大家好,我回來了 登登 納豆今年1月,硬腦出現 竹園開刀,經過漫長的手術治療及復健 終於9日一一在臉書貼出我們回家來的影片 除了向大家更新動態 也還原了過去辛苦的治療期 回家之後,你有很開心嗎? 可是現在剛回來沒幾天 你是不是還覺得很像在做夢? 對,因為她一回來的時候一直跟我說 不知道明天醒來之後會不會有在醫院 因為她說她在醫院已經做過超多次 做過很多次在家裡正常生活的夢 然後眼睛一張開 是不是眼睛一張開之後 你才發現不是這樣子 她也配文寫道 這三個月來的心情被洗掉家 但最艱困的那段我們一起走過了 現在我們會一起讓生活慢慢回歸正常 文總也謝謝一路上協助他們 為他們加油打氣的醫護及朋友們 希望他們的故事可以幫助到有相同情形的人 最後再一次寫下 真的太開心了 我們回家了 依依描述當天救醫過程 抵達醫院血壓240非常高 到了檢查途中 終於失去醫事 但她透露 當時有把握在黃金一小時內開刀手術 裡面中依依也速度講到哽咽 也提及納豆 甚至曾忘記她是誰 在前面的一個第一個月的時候 她 你幾乎是認不得我對不對 嗯 她是真的是幾乎認不得我 然後會有很多很不像她的行為 例如說 咬我的手 然後離去 那24號情人節的時候 我們在國胎醫院 我跟她講說今天是情人節 你知道嗎 她就跟我講了一句 情人節快樂 然後我就在她睡著的時候 我就擠到她的病床上 然後靠在她旁邊 我就開始偷偷的哭 不敢讓她知道 那你知道你要感謝的最 你最要感謝的是什麼 對 沒有 沒有 當然真的是太甜蜜啦 祝福兩位繼續健康幸福了 謝謝 謝謝